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红好 今天老师说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好好听哦 老师说 有一个鸭宝宝 一出生就被他的兄弟们欺负 然后啊 他的兄弟都叫他丑小鸭 而且啊 丑小鸭不想看到妈妈难过 然后就离开池塘 离开家去外面流浪哦 然后啊 丑小鸭快饿婚了 而且 他找到一间屋子 然后 他上前敲门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婆婆开了门 丑小鸭拜托老婆婆 给他一点食物 老婆婆看丑小鸭很可怜 决定让他在这里住 然后啊 乌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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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自言自语啊 小鸭姐姐 我在跟小红说故事啊 是什么样的故事啊 我说的是有关丑小鸭的故事哦 这故事好好听啊 嗯 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啊 写这个故事的作者是丹麦的安徒生先生 啊 不过乌瓜 你知道丑小鸭故事里的意义吗 哼 我当然知道啊 丑小鸭后来变成了美丽的天鹅 然后过着快乐的日子 哎呀 乌瓜 你说的是故事的结局 那不是故事的意义啦 嗯 小鸭姐姐 每次都这样说我 我不想理你啊 乌瓜 你不要生气了 丑小鸭这个故事 有其他的意义 那就是 丑小鸭虽然被别人嫌弃很丑 但是她自己 仍旧不放弃自己 坚持自己 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来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就是从外表 并不能评论对方的好坏 必须知道对方的内在品格 才能评论 嗯 对啊 丑小鸭虽然遭受到其他动物的排斥 虽然她心里难过啦 但是 她从来不会自暴自弃哦 嗯 小莲说的很好 刚才说到丑小鸭的故事 就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在武则天时代 京都长安有个女人 自称是圣菩萨 显现各种神奇的异象 尤其是具有她心通 可知道对方心事 一时之间轰动了京城 哇 这个女人好厉害哦 可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呢 嗯 嗯 对呀 这的确很厉害 然后这件事情 不久之后 传到了皇宫里 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 派人将她请入宫中 她要亲自见识一下 这个女人的神通 武则天问了她几个问题 都被她说中 非常的灵验 武则天心中感到惊喜 但是仍想更进一步的去测试她 武则天说 你说你是菩萨 自然没有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那么 你说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结果 那个女人 立刻把武则天所想的说了出来 哇 这个女人果然有些神通啊 就连武则天的问题都能回答出来 嗯 这的确是如此 后来啊 武则天觉得这个女人是活菩萨 于是 邀请她住进宫中 开始供养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有位大安禅师来到京城 武则天也恭迎她入宫问道 武则天心想 自己宫中有位活菩萨 可以让大安禅师见识一下 这位禅师 行机江湖 怨人无数 如果把消息传出去 说我感受到菩萨的保佑 那对自己的统治可大大有利 哦 哦 武则天邀请大安禅师进宫 有其他的目的啦 哦 他想借着神明的名义 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啦 嗯 没错 因为武则天刚从李氏手里夺得天下 所以 他为了稳定人心 夹借神明的旨意 来让自己成为统治天下的正统 武则天想到这里 于是 把大安禅师 请到女菩萨的面前 然后武则天对大安禅师说 这位是我供养的菩萨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还能知道别人心中想的事情啊 哈哈 我想接下来 大安禅师跟这个女菩萨即将展开大斗法了 嗯 是啊 后来大安禅师对这个女菩萨说 既然如此 就请你说说我的心 现在在什么地方吧 那位女菩萨微微一笑说 在塔顶的风铃上呢 女菩萨说对了 过了一会儿 大安禅师又问 现在我的心又在哪儿 女菩萨回答 在兜率天弥勒宫中 听弥勒说法呢 女菩萨 女菩萨又答对了 大安禅师又问 现在我的心又去哪儿呢 女菩萨说 在飞翔飞飞翔触天 女菩萨 女菩萨又说对了 这时候 武则天感到非常高兴 啊 武则天对于女菩萨还满意 看来啊 她的目的快要达成了 嗯 嗯 的确是这样 不过 大安禅师又问女菩萨 现在我的心在哪儿啊 女菩萨想了很久 不知道如何回答 大安禅师生气地骂她 好一个女菩萨 我的心才到阿罗汉境界 你就不知道了 如果到了菩萨诸佛境界 你还知道个什么呢 那位女菩萨 听到大安禅师的话后 便羞愧得满脸通红 于是离开座位走下来 不料现出了原形 原来是一只狐妖 后来呀 武则天发现真相后 感到很惊讶 大安禅师对武则天说 会显神通的不见得是菩萨 真正的菩萨 是不会轻易让别人知道她的神通 哇 这故事好好听哦 听完故事后 我有一个心得 那就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不会轻易显现出来 师父 你刚才说的故事好好听哦 希望你再说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吧 嗯 既然如此 我就再说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有一个男孩 大学毕业后 进入一家公司工作 由于她高大英俊 才华洋溢 在公司里引起了一阵轰动 很快就有热心人 想当月下老人 为她介绍对象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位同事 为她介绍了一位女孩 这女孩也是大学毕业 一头乌黑的披肩绣发 长得美丽动人 女孩对男孩很重义 这个男孩也对女孩很有好感 这下子 人们认为旗鼓相当了 不少人的心里都羡慕她们 说她们是金童玉女 哇 这真是天生一对的组合 她们如果在一起 应该是最幸福的一对家偶吧 嗯 是啊 后来 男孩第一次去女孩的公司宿舍 女孩跟公司里的另一位女孩 共租一层楼 男孩去了以后 马上就感觉到了一种相当沉闷 压抑的气氛 两个女孩相处得很糟 已经有两个多月 双方都不讲话了 男孩问女孩 你为什么不主动和解 这样在一起冷战 太叫人难受了 女孩回答 为什么要我主动和解 马善被人齐 人善被人欺 反正各住各的 别说两个月 就是一年半载互不说话 我也能够适应 看来啊 看来啊 这位女孩跟室友的感情很差 足足有两个多月都没有互相讲话 如果换成是我 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室友在一起居住呢 这样的事情让男孩听了之后 心里对于这女孩的印象变得不是很好 对于这件事 她想了几天 后来决定 后来决定跟这个女孩分手 一年后 男孩找了一个相貌平凡的女孩交往 最主要是因为 那女孩与她的同事朋友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男孩对她非常钟情 因为男孩心里认为 一个能和身边的人相处得很好的人 将来也一定能与爱人相处得很好 反观那位一头乌黑披肩绣法的女孩 她自从跟那位男孩分手后 她就再也没有交男朋友了 因为跟她交往的男孩 都被她的坏脾气给吓跑了 哇 这个故事好好听哦 而且还蛮有意义的呢 这故事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外表美丽 其内心也会一样美丽哦 嗯 小林说得很好 许多时候啊 人们会执着于外在幽裂 但是却很少人会关注在其内在的本质 佛家常说 要正确地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 才不会被虚假的事物所迷惑 所以 当一个人能心平气和面对问题的时候 不仅可以从外在显现出的问题做解答 也可以用内在的本质去发掘问题 好饱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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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吃饭要吃八分饱,才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因为今天的菜菜很好吃嘛,我就想要栽培饭饭吃啊,我怎么知道会太饱? 你还说,明明就剩下很多苦瓜没吃完。 师父不是告诉过你,挑食会长不大吗? 可是苦瓜苦苦的,很难吃。 我不喜欢。 苦瓜有消暑清热解毒健胃的功效,是很好的食物哦,不可以挑掉它,要学着把它吃下去。 师父,你很厉害耶,你都不会挑食了,你没有讨厌吃的东西吗? 没有啊,这些食物都是农夫辛苦栽种采收下来给我们吃的,而且这些食物也是很不容易才长大的。 所以,每一口饭都要感恩,这都是大自然的恩惠哟哦,而且对健康很有帮助。 虽然有些吃起来苦苦苦苦,可是如果不吃的话,营养会不均衡,身体就会缺少那一部分的营养,就会长不大哦。 师父,你真的很厉害耶,你都忍耐吃它哦。 没有什么忍耐不忍耐的,只要是对身体好的食物,我们都要充满感恩,好好地吃下去。 我记得,我记得芥菜也是苦的,有苦的也有辣的味道,小时候啊,我也不觉得它好吃,虽然不会排斥去吃它,可是也不觉得喜欢。 哎,可是师父,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吃芥菜吗? 那是因为啊,后来有一次我去菜园帮忙,看到农夫这么用心地在栽种芥菜,浇水啦,施肥啦,都要注意好多好多事情,我才知道啊,原来种菜这么不容易。 反过来看看我自己,嫌芥菜苦就不喜欢它,就觉得好像对不起这么辛苦的农夫和努力长大的芥菜。 其实芥菜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哦,芥菜有增进食欲,抗老化,预防感冒,生长发育,预防成人病的作用。 所以,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吃芥菜了,不知不觉,就觉得芥菜的苦也很好吃了。 真的吗? 嗯,那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喜欢吃苦瓜? 呵呵呵,也许要再等你长大一点了。 对哦,我记得酒也是,以前爸爸在家喝酒的时候,好像很好喝的样子,我就趁爸爸没有看到,偷偷喝一口,结果超级难喝的耶,又臭又辣又苦苦的。 嗯,大人真的很奇怪耶,我总会喜欢喝那种东西。 然后我爸爸就说,那是大人的味道,要我以后长大的时候才会知道。 哼,我以后长大以后才不要喝那种奇怪的东西耶。 哈哈哈哈哈哈,大人的味道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说法。 那说不定悟光长大了以后,就不觉得苦瓜苦了呢。 我才不相信,苦瓜什么时候吃都是苦苦的,才不因为我长大就觉得不苦耶。 如果要我长大才会喜欢,哼,那我就不想长大了。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奇怪啊,哪有食物现在不喜欢,以后长大就会喜欢的这种事。 师父,长大真的好奇怪哦。 哈哈哈哈,长大一点都不奇怪,就算你再怎么不愿意,人都还是会长大的。 师父,阿弥陀佛。 诶,小莲,你怎么来了? 吃饱出来散步啊,帮助消化嘛,不知不觉就要到这里来咯。 嗯,小莲姐姐,你有没有讨厌吃的东西啊? 讨厌吃的东西?嗯,橙皮果酱吧。 哦,那是什么?果酱应该很好吃吧。 哦,那是我去日本玩的阿姨,带回来给我们的。 阿姨说,橙皮果酱是用下橙的皮做的哦。 是什么有一种特殊的苦味很好吃? 可是我一吃,呃,就觉得很难吃啊,只有一点点甜味, 剩下全都是苦苦的味道,真的不好吃耶。 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会喜欢那种味道。 小莲姐姐,我跟你说,那个就是大人的味道。 蛤,大人的味道。 哦,是因为大人很能吃苦吗?原来如此哦。 诶,大人喜欢吃苦哦。 蛤,不对吗? 因为大人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很能吃苦啊。 所以就会觉得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美味的地方嘛。 哦,是这样吗? 呵呵呵呵,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食物,都有它自己的味道。 小孩子本来就比较喜欢甜的,对于比较苦涩的食物就会失去兴趣。 也因为经历的事还不够多,就不知道怎么去欣赏每一种食物的味道。 那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吗? 呵呵呵呵呵,要等到你真正的长大,也才能够体会吧。 嘿,那什么是真正的长大? 长大,又分为外表长大和内心长大。 嗯,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了。 有一位年轻人跟禅师说自己内心很痛苦。 禅师就说,长大了就不苦了。 年轻人就说,可是我已经长大了呀。 禅师说,可是你指的长大是年龄的长大,是身体发育的成熟。 年轻人就问,一个人除了年龄的成长和身体的发育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成熟吗? 禅师回答,有,那就是内心的成熟。 哦,内心哦。 我们班男生的举动现在还很幼稚,所以内心就不成熟,就不算长大咯。 嗯,人要经过很多考验和经历,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成功里面学习,才会迎来内心的成熟。 禅师又继续说,你的内心没有成熟,当然会觉得痛苦。 然后禅师就到外面去,摘了两颗果子来,一颗是成熟的,一颗是青色的,然后把它们切开。 就问年轻人,你比较一下这两颗果子的横切面,有什么不一样? 嗯,颜色不一样吗? 大小不一样。 都猜错了,年轻人说,青色的果子内心是空的,成熟的果子内心是实的,因为成熟的果子有果盒,而青色的果子没有。 禅师说,我们都知道成熟的果子是甜的,青色的果子是酸酸苦苦的。 这是因为青色的果子内心还没有长大,也没有成熟。 而成熟就像这颗成熟的果子一样,内心永远是充实的。 你在看这颗果盒,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我知道,果盒就是植物的种子。 对,禅师继续说,果盒就是这颗果实的种子,它代表着内心的希望和信念,是创造另一个生命的起点。 一颗果子内心永远是充实的,永远充满信念和希望,就代表这颗果子已经成熟了,自然也就会变得甘甜。 人呢,也是如此,当它内心充实,包含着希望和信念,它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就会感觉到快乐,内心充满甜蜜。 哇,原来成熟,可以带来幸福哦,我也好想要快点得到幸福哦。 我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点心,跟大家一起玩,就很幸福哦。 那雾光就是一个容易满足,知足常乐的人咯,这样也不错呀,幸福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我们都是一直不断去追求和争取它,就好像幸福是要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能得到的奖牌一样。 哇,难道不是那样吗? 我小时候为了要买一样玩具,然后就努力地帮妈妈的忙,赚少少的零用钱,拼命忍耐,好不容易存够钱跑去买。 真的买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幸福啊。 对呀,我也是,充了好久好久的钱去买巧克力蛋糕。 可是玩具等你长大了就不玩了,蛋糕也是吃完就没了,不就会觉得有一点空虚的失落感吗? 嗯,听师傅这样说,好像有一点呢。 嗯,那是因为你心中所期待的幸福没有来,但其实幸福就存在你的心中。 如果你的心中充满幸福,那么不管看什么都是幸福,懂得去欣赏事物美好的样貌,不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吗? 嘿,有道理呗,只要心里面觉得幸福,那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哦。 我的心里每天都觉得很幸福啊,所以我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哈哈哈哈,那当然了。 哇,太棒了。 小林姐姐,那你要学我,你就可以变幸福了。 小凤,我们都要当幸福的人了。 小凤,我们都要去代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